各位早安 終於要講講烏克蘭和俄羅斯了 在我講我今天要講的之前 想讓大家看看 這兩個國家的領導者 一個烏克蘭總統和俄羅斯總統普京 兩個人都是說話起來 整個人的眼神 就算聽不懂他說什麼 你都會看到有多大分別 在抵抗我們的國家 誰是準備戰鬥和我們 真實 我沒有看到這樣 誰是準備給了烏克蘭總統和俄羅斯的進入 真實 全都會怕 我問了今天 有27領域俄羅斯 是否不答應 你給了誠誠的誠誠 不兇在這個國家 並不算對於烏克蘭總統 而是像是法國人民的 然後他們拔救利用於這兒 其他國家 我勸告你們 不急地打開核武器 而回家 我解釋 所有兵員的軍隊 所獲得 可以無償 meg 到處的作用 另一半的政府,同一部總統都在 而被人的感覺是相差那麼遠的 有很多人都會 買美國的就說 你看看,俄羅斯真是出兵了 很慘,烏克蘭很慘 爸爸和女兒,道別,烏克蘭的人民 好像做了炮灰 整個地方 其實現在很明顯,烏克蘭人一投救都沒用了 他就說西方已經完全放棄烏克蘭 北約那邊都沒有人騷擾去 沒有人去保證他 可以进入北约的联盟里面 其实整件事 我想我想我早几个星期之前 跟大家说过了 美国根本是整件事的最大赢家 它助手于人之利 它很想欧亚大陆这边是乱 它乱的话 现在它不单单可以押资欧盟 因为一直以来 它都要做欧盟欧洲的霸权 热钱现在流入了美国 美国要护住它的资本 你们乱热钱就会去了美国 其实现在三大流通货币 欧元 美元 人民币 俄罗斯一直都不听美国资贴 美国是最想俄罗斯被这个世界孤立 它不是只想欧洲孤立经济 那么简单 它是要全世界经济都要孤立俄罗斯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这一点 将它变成可能另一个古巴 其实一开始 乌克兰坚持说没有过境 没有越过边界 但是还有越座 还有法国有很大机会 美军去桥庄 然后冲了去俄罗斯 俄罗斯当然还击 然后俄罗斯的总统又说 没有我们坚持 我们没有越境 那么你看到 其实捱到美国根本没有好处 乌克兰真的十分昂贵 跟香港现在 或者台独的情况是一样的 你怎么会捱到美国那边呢 人家闪了一锅 然后现在帕罗又走了 没有人是来过乌克兰的 现在乌克兰有些地方断水断电 躲在虹空洞 那些留学山 中国留学山都这样躲在下面 去了地点站底 那么2022年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但是没办法 当你不断被人挑拨 你难道你觉得俄罗斯怎么样 死人 被你们全冲进来边境 说得知你们 没可能 美国现在幸不得你们冲突继续升级 走超过大佬老板 一声 然后其他人就 又附和他拍手 英国的用戏就是这样 台湾 韩国 都不知道你们抵制俄罗斯 你们冲出来说抵制俄罗斯 你抵制了什么 你和他们本身有什么贸易关系 你赌国 这些小国 香港有一帮人 现在有我抵制俄罗斯 你抵制俄罗斯是什么 你有什么是用俄罗斯的东西 欧盟那边其实是表面面那阵去应付美国情绪 所以它是有去 华底就是俄罗斯的 但是你看到是个人层面上面 户口那些东西 但实际上去到政府大的层面天然气 欧盟是没有动过任何东西的 仍然都是一样 因为它要照顾美国大佬 老板的情绪也都要给分薄面 哎呀 你去杯葛他 好吧 我都一起杯葛他 那一只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捉围棋 围棋有四口气 吞了就会死了 那粒就要拿出来的 那其实现在俄罗斯呢 在我的角度是剩下两口气的 一口气很实的 就是在中国这一边 中国大陆 另一口气就是欧盟 欧盟现在是表面那一阵 其实深知透明 美国是很想欧洲是有问题 欧亚板块这里是乱的 整个这个地方是长期粒粒乱的 它是助收于人之利 继续做大佬 继续送佬人去出兵 也不会脱离到美国的控制 美国其实所谓的霸权 就是美元霸权 美元才是真正的美国霸权 不是我把口说 而是你们全部人 都要屈服在美元之下 但美国要继续维持着霸主地位 要你们依附我 要你们整个欧洲的地方 依附我 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你们乱就像小圈子的挑拨来选 你挑拨一下 挑拨一下 大家大家都不信 大家不会团结 因为你们团结就可以反到美国 只有你们不团结 我就可以继续做大佬了 所以你们如果玩个小圈子的人 都会知道 我怎么可以保住我自己是大佬 大家姐受欢迎 那样东西呢 除了搞乱你们 令到你们不团结 没办法一起联合来反 我拿了我的地位霸权 依附之外 重点就是 我要弄一个假想敌出来 我要给一个杯葛对象 你们的苗头有什么事 就赖他赖他 打他 永远都不会烧到我这里 而这个角色就是俄罗斯 在这件事上 其实中俄关系一定会变好的 亦都是我觉得 算是中国的半个 的愚人之利 你看回现在大陆 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台湾留学生 是胡克兰 中国是派包机去接 只要你是有台湾国民的身份 所谓 你没有台湾护照 你都可以上这一天机 中国都会接你回去 这件事也是一个很好的外交手腕 因为真的当你自己有 你上不上机呢 现在那个赛赛子 有没有包机包 你们接回台桥 这样回去呢 没有的 现在是中国去做这件事 再我想讲一下 关于人类图的事 其实普京是一个很典型的显示者 你看他说话 整个气场都会知道 那种霸气 都是显示者 有的特质 而你看到乌克兰的总统呢 漏漏肥肥 喜剧 演员出身 我问算 算了个大家受欢迎 受欢迎的人不等于有能力 而且很悲哀的是 很受欢迎的人 多数都不是有能力的 反过来 因为人会觉得 一些没什么能力的人 是会比较容易亲近 可爱 容易close 喜欢 那种感觉 这件事在人类图上很清楚 受欢迎和能力 某程度是一个反向 越受欢迎的人 你看到能力是越低 或者比较低 应该是说 有能的人 通常都会被鼓 因为他想的东西 带动的东西 推动人的惰性 成长 或者是 他给到人的那种 不安感 你这么厉害 你这么的能力 我就立刻欺负 或者贼到你三分 这件事 其实在人类图上都写得很清楚 一个是投射者 一个是显示者 普京是一个显示者 乌克兰的废柴 是一个投射者 你看到现在拜登也是投射者 你不觉得他扭扭扭扭 其实投射者是适合做副手的 投射者是不适合坐正做大 一做大人就会不服 一做大人就会被人觉得你无能 在人类图这件事都很反映出来 我之前一直都要和大家说 人类图这件事 叫大家不要乱出去 不知道有多少钱 你上网打 你出身来 都会看到很多资讯 或者你买一本书 慢慢回来看 因为人类图实在太多太恐怖的东西 我觉得在亚洲的学院 困钱也有 然后又被人拿去坐牢 然后又说有香港厌证的学校 大家千万不要加入 所以说回普京和俄罗斯的废柴 基本上就是一个天和地比 出来说的气场能力 整个人的高低格都显而易见 你有什么可能活到今时今日 哪怕是一个平民百姓 你怎会觉得西方国家会帮你 你连北约都未进入 你觉得美国佬会帮你 是不是 不关事 我不信总统是不知道的 我不信俄罗斯废柴 总统是不知道的 知道你是民人 因为已经太多集排军了 又有些不知民间 又有些什么混进去 反政府又有什么都有 在这里大家都拿着枪 穿便服那些 但是有些人就说分析 一线的军官 其实就很容易 会看到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但是他们没有发言权 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会知道 辨识到哪些根本不是自己有利 根本不是政府的军人 他们就知道 但是可以跟谁说什么渠道 有没有人会听他们说 现在没有了 总之你冲了过去 人家又还击了 还拖 搞到这样 又说跪了 又说寻求对话 人家讲道理的时候 普京讲道理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在那里耍流氓 到现在人家耍流氓 你觉得人家耍流氓 你觉得人家耍流氓 就还击了 你就跟人讲道理 这个已经解释了 今次 我真的觉得好像一个闹剧 一个这样的事件 其实一个国家废 你选了一个废人出来做总统 就是这样 你说香港 当时又选了黄之锋 做总统 你想想香港 如果被这些人扎装 香港如果没有大陆在背后支撑 会怎样 台湾都只是美国一只很小的 所谓去压住中国 大家还说支持台独 又说 台湾现在年轻 基本上八成以上 可能比香港少少少的黄丝 那个数量 都是支持台湾独立的 都是不想 台湾去融入中国的 你看到现在成为什么 台湾都很快变成这个 香港很多人说 很想变成乌克兰 真的我不能够 你看到这些新闻 你就会觉得 哎呀很惨啊 你看看 俄罗斯就好像极权霸权 共产极权主义 好像大陆一样 就会代入 接着乌克兰就好像在香港一样 香港有一天都会变成乌克兰 用下脑子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脑筋出来 被人洗脑洗到这样的程度 谁在背后重终作 其实大家都不用看什么分析 都会听我说 你看看新闻 一路一路的挑衅 挑衅到好 你还手打他 我就说你错你错你错 接着我们联合其他同学 一起来背阁你 因为你动手 但其实是我逼到你动手